Hello大家好, 今天又来玩真三个无双斩 你看到我刷这个89 如果你看看官方facebook的post, 你就知道今天和明天是有三倍经的 因为是星期六日, 比较多人玩 时间上来说就是夜晚的6点到9点, 三个小时 比平时来说是多一个小时 如果你说到下星期一和下星期二是有三倍经, 但只有两个小时 这两天, 即今天和明天是有三个小时 大家顺便刷一刷 如果你叫我刷的话, 我就应该不会刷大八章 因为你知道你的 最重要是你自己目的是什么 我最重要是升肥料, 升一升, 合成到五星, 然后再 突破那些东西, 因为最近我的火属就练错了 你知道我一直练开火属的 最近大八章出了, 就吃糞了, 我觉得全部人都吃糞了 有些人练着602, 有些人练着孙策, 孙拳, 孙肩 通常都练着孙上香, 那就更加惨的 现在练着木属就要突破要肥料 这两天, 如果三倍经的时间, 我是不会冒险去打第八章 因为我是 我是如果 迹劲的武将来说, 只是孙上香 是很大的机会返艇 那几个时段, 那几个钟呢 如果你 你都知道是挂机的啦, 你反艇, 你很容易就是 不知道嘛 你不知道 你不是查实的话, 其实你有机会是 有十几分钟会浪费 浪费了啦, 可能几分钟, 或者十几分钟 那我就不想这样的情况出现 我直接刷精算啦, 我不要那些什么触容箱啦 我不要那些东西啦 我直接要精, 我就直接是三五 就保险点的, 如果之后就再看啦, 如果他再 弄好点啦 因为其实 讲真第八章有没有筆呢, 是有筆的 那有哪种筆呢, 第一种筆呢就是 他不是全部追BOSS的 例如通常我村上香打BOSS的时候 他出了一 他出了一技先啦, 弹开了他之后呢 他不知为什么反过来打冰的, 出二技, 出三技 然后再用四技打BOSS 那其实有些技其实浪费了 这个是第一个筆啦, 不同七八, 七八其实你会 追着BOSS, 难听点来说, 不断追着他嘛 不断出技的嘛 但第八章就不是啦 其实比较淡少少啦, 就是遗口 可惜, 我觉得要弄好点啦 还有第二个筆呢就是89, 很多人在刷89 有时候不知为什么, 就会只有一只冰 但是他又不打他 你眼望我眼, 心情默默地看着对方 不知为什么 是不是想混合我, 孙上香我的冰 不知想怎样 如果还有三倍经的时候, 你知道分秒必真的啦 那我就不会浪费任何一秒啦 我就不会拆这个孙上竹容箱的啦 就是这样 对啦, 那 正常来说, 你是不够BOSS的 对啦, 因为之前那些什么 陪忍心武将活动呢 我相信大家已经生穷水尽的啦 包和体力的那些 那大家一定要练习一个 军团的那个副本啦, 一定要打啦 然后拿个另牌啦 金牌就买, 金牌就最好要拿齐了 就是 每日可以买五个嘛 五个金牌, 我记得好像是 每个包, 每个高级包是需要三个金牌的 那就是说你要 你要打到15个金牌啦 那差不多你要追加多100元宝左右啦 对啦, 差不多这个数字啦 那金牌的那个数字一定要追啦, 一定要买完啦 银牌那个你追不追我没所谓啦, 说真的 对啦, 如果你有钱, 你有 你有货开月包的, 那就买了这个银牌那个啦 因为说真的, 三倍经真的很汉油, 很稀油 我劝大家刷多些肥料啦 对啦, 近牌来说就是, 如果你练错, 练错熟的 然后你还要是之前三重水准用了些 用了些包的, 其实你这个军团付款的另牌呢 一定要刷的, 不用说, 一定要刷 对啦, 如果不是三倍经的时候刷边关呢 我自己 我自己通常刷八九啦 对啦, 刷八九 有些说想刷八五的 因为八五的这个时间 比较少少少啦 就是差不多一分钟十秒左右啦 一分钟二十秒 但是对于我来说, 孙上香由于这个第八章是黑火属来说呢 其实我, 我觉得刷边关都无所谓的 我之前刷这个八三啦, 八三我, 我自己觉得八三和八五是差不多的 因为我是被人黑的, 这个孙上香 那其实 就是 看一下那个屎有多大 可能差 可能你旧屎是大小小, 或者是小小小, 但其实都是在吃屎的 所以, 孙上香现在真的没什么用的 近牌的八章出了之后呢 最高人气的这个武将一定是这个关羽啦 木属, 然后流血珠武 他只有三技有的燃烧 对啦, 附带燃烧 其实是屈肌的这个 唯一的问题呢, 就是他的手段 和力将 对啦 有可能因为他力将讲先, 技能cd 比较长啦 如果他 因为他第八章有笔的嘛 他不会打boss的嘛 但是有时候, 如果你将技能浪费在这个 冰上面呢 你还有力将呢, 那你就吃屎啦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反艇啦 我最近都打算练这个关羽的 但是你知道要肥料的嘛 对啦 那就是练着了 就是在弄一些四星肥料合成 合成合到这个五星, 然后给他升一升 类似这样的 那除了这个 关羽之外呢 我见其他人, 就是我自己都推荐这个 马超, 诸葛, 和张飞啦 马超有破甲, 大家都知道的啦 张飞和这个诸葛是有拔山的 加攻击力的 都ok的 都可以接受的 那这几只都ok啦 那还有呢 你就算 你之后还要用的嘛 这几只的实用度呢, 都可以放在这个 过关斩将的 对啦, 可以用的 但是有些人呢, 就会推荐玩这个 楼碑 说真的我就真的不推荐楼碑啦 除非你有好多只 对啦, 你有好多只金底 你可以六突 这样 五突, 四突 没理由不玩 对吧 就是看, 你看情况做人啦 说真的 但是他呢, 说真的, 如果你说 将之后放在这个 那间斩将的实用度 会很大 就是他之后开到70关 开到80关 你楼碑的那个 转武不劲的 其实 很惨的 对啦 就是 比较上来说 说真的, 这些都是 就是你跟这个马超 破格 这个楼碑一定是输赦少少的 我自己觉得 日后你没什么用的 其实现在连来真是 你真是指标不指本 说真的 实用到不大 我都不是很建议的 除非你真的有很多只金底 我之前有很多只 但是我都吃光了 我不管了 楼碑的专武比较废 我自己觉得 好啦,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